大家好,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君子兰烂根的处理办法 那么就有花友咨询了 君子兰如果烂根非常的严重 植株剩下的根呢,非常少了 那么我们这时候栽种的话呢 到底是先给它发根 让它长出更多的新根出来呢 还是直接用上这个君子兰专用的土壤栽种就可以了呢 那么这种情况呢 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先给它发根 先让它长出更多的新根出来 因为君子兰只有新根多根长的多长的旺 后期呢,才能够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但是应该怎么给它发根呢 如果大家想要让君子兰长出更多的新根 那么我们呢,再给它选择这个栽种的机制的时候 最好就是选择用核杀 核杀的话呢,这个颗粒不要太大,也不要太细 那么选择一些中等颗粒大小的核杀就可以了 那么这种核杀的话呢 对于植株发根呢,有非常好的效果 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视频 就是一个无根的君子兰使用这个核杀呀 10起20天呢,就很快长了一圈这个新根出来 所以它的发根效果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技巧,就是用核杀来栽种 那么第二个技巧呢,就是避免叶片湿水严重 如果君子兰叶片湿水严重的话呢 是特别不利于它后期生长 而且还会导致叶片搭拉下来,影响整个君子兰的美观 那么怎么避免叶片湿水严重 最好的一个触根效果 所以呢,可以给这个君子兰叶片适当的喷湿一点 这个叶米原路大概7天左右添加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经常喷雾特别麻烦的话 或者是养护环境特别干燥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个袋子来把它套住进行保湿 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袋子或者是不好套的话呢 我们就经常喷喷水就可以了 当然放置的位置的也是非常关键的 一定不能够把它放在光照过墙的地方 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光照过墙的也会造成叶片湿水严重的 所以呢,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君子兰吹根的两个小技巧 好了,我们下节见